波蘭打破先例 率先為烏克蘭提供米格29戰機 烏克蘭軍隊已從斯洛伐克 接收首批四架米格29戰機 試探的影響強烈 都是為了爭奪制空權 烏克蘭大反攻是否即將開始 如果你沒有制空權 你的地面部隊一旦要進攻的話 對方的戰鬥機對你實施攻擊 你會損失非常的慘重 地面戰況膠著 制空權獲成下階段 俄烏爭奪重點 鳳凰聚焦 俄烏戰局 《空中對決哪家牆》正在播出 這裡是華潤 鳳凰聚焦 北約多國援助的主戰坦克 陸續投向烏克蘭 它不只會讓俄烏本就慘烈的 地面戰更苦 也會使得制空權的爭奪 更關鍵 更激烈 畢竟誰都不希望 自己的地面主戰力量 變成空中打擊的火靶子 果然 北約升級了 對烏克蘭的援助給了戰鬥機 當斯洛伐克首先把米格-29 交給烏克蘭 外界關心的是 這距離烏克蘭一直想要的 美制F16戰機還有多遠 俄烏戰場的制空權 會如何地轉換 會成為戰爭勝負的關鍵嗎 西方制坦克進入俄烏戰場之後 烏克蘭便將戰機 放在原無武器清單的首位 然而西方國家 在援助戰機的問題上 卻一直太多曖昧 當地時間3月23日 烏克蘭終於等來了戰機 不過不是新新年年的美制F16 而是從斯洛伐克的米格-29 欠伐克蘭 在烏克蘭呢 早在3月16日 波蘭總統杜達率先承諾 在幾天之內就會交付給烏克蘭 四架米格29戰機 其餘戰機也正在準備中 波蘭也成為第一個宣佈 向烏克蘭提供戰機的北約國家 而另一北約成員國斯洛伐克 隨即也宣佈 將向烏克蘭捐贈13架米格29戰機 以及部分防空導彈系統 波蘭實際上這個舉動的 試探的意味很強烈 看能不能用這個 提供米格29這個舉動 來撬開西方向烏克蘭 提供戰鬥機的這樣一個大門 先把米格給過去 然後來看一看 實際上也是做一個火力偵查吧 早在2022年春天 俄羅斯國防部就宣稱 俄空軍已經取得了 整個烏克蘭的制空權 然而在實際的作戰中 由於缺乏足夠的精確制導彈藥 俄羅斯卻始終難以突破 烏克蘭的防空體系 雙方在制空權的爭奪中 仍然處於焦灼狀態 此次波蘭對烏克蘭提供的 米格29戰機 是否有助於打破制空權僵局 成為了外界關注的焦點 米格29是蘇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研製的雙發中型戰機 烏克蘭空軍發言人 伊格納特強調指出 波蘭援助的這批戰機 是烏軍所熟悉的 可即刻形成戰力的戰機 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烏空軍作戰能力 所以這個事兒上面 其實美國人操了不少的心 一直說美國人在 一直替烏克蘭人在盤算操心 說我怎麼樣才能夠 給你更多的武器裝備 而且是更適合的武器裝備 讓你快速地能拿到手 能弄在戰場上派上用上 最後美國人發現 這個米格29其實是最適合你的 但是這個米格29 正好是波蘭和斯洛伐克有 那行 就安排這兩個國家吧 再加上這兩個國家 還都有這方面的意願 所以這回我們看到的結果就是 波蘭和斯洛伐克率先提供 蘇治戰機米格29 是一款對於烏克蘭飛行員來說 極易上手 無需任何額外培訓 即可駕駛作戰的機型 而波蘭及斯洛伐克 此次提供的米格29 均以經過改造升級 達到北約空軍的標準 電子性能遠遠超過 烏克蘭空軍裝備的米格29 經過現代化改造後的 米格29戰機除了能夠完成 AGM-88反輻射導彈的投放 還可以作為武器發射平台 完成AIM-120空空導彈的發射 作為一款真正的第四代戰機 它在現代空戰中能力 還是非常突出的 尤其是現在我們看到 這次波蘭等國要向 武漢蘭提供米格29 經過北約方面的 航天系統的改造 所以這一款米格29 如果未來進入了 俄烏衝突的戰場 並不完全像外界輸出的那樣 只是一個犧牲品 作為蘇聯米高揚飛機設計局 設計的第四代多用途前線戰機 米格29具備卓越的 空中格鬥性能 可以奪取戰區制空權 並且為地面部隊 提供火力掩護 在問世之初 米格29就可以掛載 R27空空導彈 在黑鳳脈衝多普勒雷達的配合下 已經具備了超視距攻擊能力 幾年以後新生產型 更是能夠掛載 R77主動雷達制導空空導彈 超視距空戰能力 也得到進一步提升 近戰方面 米格29還有頭盔瞄準鋸 和光電瞄準裝置的加持 配合R-73的60度大離軸角 和矢量推力 飛行員在淨戰中 擁有更多發射導彈的機會 直到海灣戰爭之前 米格29對於西方而言 都是一種頗具威脅的飛機 從實際參戰的情況下 我們講的最典型的 就是科索沃戰爭 就是當時南聯盟 它只有15架米格29 而美國是F-16 F-15 加上F-117 這種隱身的戰機 就單機而言 從這個艦載機的改進 到就是當年 在科索沃戰爭中的這種運用 我們就可以看到 米格29這個飛機 它自身的作戰性能 還是非常好的 從1989年開始 在蘇聯的援助下 米格29一度成為 包括波蘭 捷克斯諾伐克 在內的諸多華約國家的 主力戰機 用以抗衡當時北約的戰機F-15 按照原本的計劃 蘇聯希望在1990年代末 米格29可全面取代 華約國家空軍的 米格21和米格23戰機 然而 由於華約組織解散和蘇聯解體 這些計劃無法實現 米格29對東歐國家的供應 也就此停止 米格29戰機 是當時蘇軍開發的 第一批第四代戰機 它實際上是集合了很多的 空中作戰的能力 包括經濟力的格鬥 包括斜掛多枚的空空導彈 還有空中對地面目標打擊的能力等等 而且我們知道它還有配備有 當時比較先進的一些航電系統 在米格29服役以後 其實很快它也受到 當時由蘇聯陣營的歡迎 而且它也成為世界上 外銷數量最多的戰鬥力之一 作為前線戰機 米格29雖然具備 極為優秀的空戰性能 但是其航程較短 作戰半徑只有不到600千米 比起同級別的F-16 少了將近一半 因此一度被美國空軍系統 被稱為機場保衛者 1991年的海灣戰爭 是米格29首次參戰 當時它是伊拉克空軍 最新最先進的戰機 首次亮相的米格29 分別擊落了一架 美國空軍的B-52G轟炸機 和一架英國皇家空軍的 旋風式偵察機JREA 然而也被美國空軍的 F-15C戰機擊落三架 米格29我們知道長期以來 其實在維護當時蘇聯的國家安全 以及確保整個蘇東集團的 這個安全利益上 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當時是可以和美國的 比如說F-15 這些戰機是可以對標的 甚至現在在有些性能方面 比如說在競技力格鬥方面 米格29和現在的F-16相比 毫不遜色 甚至還有一些勝出的地方 而是以大規模空襲和導彈打擊 讓軍隊拉開序幕 目的是摧毀對手的防空系統 指揮控制中心 部隊集結地 機場和彈藥庫等關鍵目標 使對手難以組織有效防禦和反擊 從而為地面攻勢掃清障礙 此次俄烏衡衝突的確是以 俄羅斯空天軍發動的 大規模空襲開始的 英國皇家聯合軍種國防研究所的 評估報告顯示 2022年2月24日 俄軍一天內其出動了 約300架次的戰機 發射了超過100枚 戰術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 直接導致烏克蘭空軍作戰力量 陷入癱瘓 對此 國際軍事觀察家一度認為 擁有裝備優勢的俄空天軍 將迅速掌握制空權 並通過高強度的對地攻擊 轉化為戰場優勢 俄衡衝突後續進程 將與此前幾次局部衝突類似 這種推斷來自俄烏雙方的 空軍實力對比 俄烏衝衝突爆發前 烏克蘭空軍 只有米格-29 蘇-27戰機 各約30架 以及若干 蘇-24和蘇-25 與俄空天軍相比 不但在數量 而且在質量上 也明顯落在下風 俄羅斯空天軍 是俄軍武裝力量 三大軍種之一 根據普京的命令 2015年8月 俄羅斯空軍和俄羅斯空天防禦軍合併 成為空天軍 約有49萬現役軍人 主要由航空部隊 航天部隊 導彈防衛部隊三部分組成 作戰飛機超過4000架 主力戰機包括260架米格-29 240架蘇-27 以及數百架蘇-30 蘇-35等戰機 此外 俄羅斯還裝備有 第五代戰機 數武器 戰略轟炸機及大型運輸機 空天軍作戰力量 僅次於美國 排名全球第二 俄羅斯在一開始採取行動的時候 它對烏方的一些重要的軍事設施 進行打擊 其中包括比如說軍用飛機場 包括戰鬥機本身 實際上它很大程度上 癱瘓了烏克蘭空軍的 空中作戰的能力 但出乎外界預料的是 俄空天軍發動的第一波打擊 在持續時間和規模上 都相當有限 遠低於雨季水平 俄空天軍未能有效壓制 烏克蘭空軍和防空系統 五角大樓的統計顯示 俄空天軍的出動規模 一度下降到每天100架次的規模 遠遠低於美國在局部戰爭中的 戰機出動統治 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 多國聯軍空軍平均每日出動 3000架次 在空襲南聯盟期間 北約空軍平均每日出動規模 也在400架次以上 儘管此後 俄空天軍組織過幾次大規模空襲 但平均每日出動架次 仍只有140架次左右 我們知道這些年來 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後的 幾場局部戰爭 美軍之所以打得那麼順利 很重要的一條 它就是奪取並保持了 完完全全的制空權 如果你沒有制空權 那麼你的地面部隊 一旦要進攻的話 對方的戰鬥機 對你實施攻擊的話 你會損失非常的慘重 俄烏衝衝突爆發後 對於制空權的爭奪一直很激烈 一名被稱為 基輔幽靈的烏克蘭飛行員 一度火遍西方媒體 他被包裝成 一天擊落6架俄軍飛機的 王牌飛行員 基輔幽靈的身份 一直撲朔迷離 不少人質疑 它是否真的存在 2022年3月 烏克蘭總參謀部對外宣稱 這名基輔幽靈 駕駛著米格-29戰機 單槍匹馬 擊落了近40架俄羅斯軍機 已經成為俄羅斯的噩夢 雖然這則傳說 在一個月後即被證實 是烏克蘭軍方為宣傳而虛構的 但不可忽視的是 由於沒有獲取絕對的滯空權 俄空天軍在衝突中 確實遭受到了慘重的損失 俄軍蘇35 蘇30SM戰機 蘇34戰鬥轟炸機 與卡52 武裝直升機等先進型號 都被先後擊落 仗打了一段時間之後的話 俄軍損失比較大 這個損失比較大 就是包括蘇34 蘇35 還有大量的蘇25 以及武裝直升機 出現了比較大的戰損 而這種戰損情況的話 對於俄羅斯壓力比較大 因為畢竟俄軍的整個的戰機的 裝備數量不如美軍那麼大 而且俄軍還需要保持 相當大一定數量的作戰飛機 用來抗衡 比如說北約亞 以及遠東地區方面的作戰需要 在空中戰役 進入相對平靜的階段時 俄烏雙方進入了無人機的較量 俄烏衝突中 無人機的運用 達到了史無前例的規模 由於俄羅斯缺少查打一體無人機 在無人機較量方面 俄羅斯吃了不少苦頭 雖然俄羅斯在開戰初期 擊毀了烏克蘭全部6架TBR無人機 但隨著烏克蘭從土耳其獲得的 12架TBR無人機 以及美國援助烏克蘭 1100架鳳凰幽靈戰術無人機 無方無人機作戰力量迅速提升 先後對俄羅斯軍隊 及俄羅斯境內目標 實施了多次攻擊 精確打擊俄羅斯補給戰 和地空導彈基地 同時實施情報與偵查 引導烏克蘭炮兵打擊俄方目標 一度令俄方十分被動 而俄羅斯空天軍僅有的反擊措施 是通過各類平台發射遠距離 巡航導彈 效率低且消耗為數不多的庫存 2022年4月14日 從反擊措施導彈偷襲擊中目標 導致這艘被認為是俄羅斯海軍 最強大和最具威懾力的軍艦 莫斯科號發生爆炸並沉默 現在的俄烏衛衝突 戰場局勢就是這樣 儘管俄方並沒有完全地保持制空權 但是在空中整體是有優勢的 烏克蘭軍隊一定要想方設法的話 讓俄方的這種空中 又是不能夠發揮出來 那麼號地空導彈 防空火力把它的戰鬥機給打跑 2022年10月 克里米亞大橋遇襲後 俄羅斯對烏克蘭展開了 大規模報復行動 對其全境開展了連續不斷的 大規模報復性轟炸 在剛開始轟炸基輔時 俄軍使用的是多種巡航導彈 進行遠程打擊 但因其造價高昂 但要庫存不足 所以在後來將打擊武器 主要更換為伊朗一款 造價僅2萬美元的 《見證者136無人機》 並使用封群戰術 將大量無人機 同時派往烏克蘭進行轟炸 約1 3分的國家電力基礎設施 遭到損毀 全國限電給烏克蘭 造成了數十億美元的損失 無人機的大量的加入 而且現在信息包括網絡 包括大數據等等 這些東西其實我們也可以理解為 廣義上的一個空中作戰 現代空戰本身 派在經濟不斷的蜕變和變化 國際軍事專家認為 烏克蘭對俄羅斯的空襲 主要採取的就是防禦性行動 密集的防禦性作戰 削弱了俄羅斯空天軍的實力 阻止了他們對烏克蘭城市 進行地毯式毀滅 雖然俄羅斯轉而採取 巡航導彈進行相同的戰略 但仍然需要指出 數量較少 亦被攔截的巡航導彈的破壞效果 是遠遠低於地毯式轟炸的 從這一點上來說 烏克蘭空軍的行動是成功的 仗打到現在 俄方依然沒有完全奪取志工權 這個方面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的確從現實的情況來看 俄方的戰鬥機 或者是其他的作戰飛機 基本上沒有出現在 烏方的縱深空域 比如說基輔上空 還從來沒有出現過 一架俄軍的戰機 烏克蘭的防空系統算不上先進 但在吸取了蘇式防空系統 和美國空襲體系 在越南戰爭中東戰爭後的 經驗教訓後 烏軍有對於反制對方 防空壓制的經驗 加上分散式的防空游擊戰打法 導致俄羅斯始終未能對 烏克蘭空軍和防空系統 進行有效壓制 然而 由於整體實力 與俄空天軍相比 仍然存在明顯差距 如今的烏克蘭空軍 也已淪為一支存在空軍 雖然仍偶爾起飛戰機 但很少實際參戰 作為烏克蘭 它只有招架之功 沒有還手之力 它完全要依靠美國和北約 給它提供 那自己的飛機 已經被俄羅斯毀傷殆盡 沒有可用的了 那只有靠外邊 為了奪回制空權 先進戰機 一直是烏克蘭重點爭取的 軍援項目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2023年2月9日 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講時 敦促歐盟 堅持到底 繼續為烏克蘭提供支持 包括提供先進戰機 但西方多國對此態度猶豫 除了擔心此舉激怒俄羅斯外 也質疑烏克蘭能否用好 這些昂貴的現代化裝備 考慮到烏軍飛行員的駕駛習慣 最初美歐都傾向於 直接向烏克蘭提供俄制戰機 2023年1月 俄羅斯衛星網報導 波蘭就曾以散艦形式 秘密向烏克蘭移交了一批 一隔二九 我們知道這次俄烏冲突 雙方基本上就是對著拿炮轟 那麼如果通過炮兵雷達 能夠偵查到你對方的 炮兵陣地的位置 那我拿炮火 就可以覆蓋你的炮兵陣地 把你的炮兵給打掉 所以炮兵雷達也是必須要幹掉的 那麼怎麼打掉對方的炮兵雷達呢 如果拿反雷達導彈的打的話 會非常的精準 所以美國在去年的一批 軍援物資裡面 就出現了這樣的反輻射導彈 經過簡單的改裝 讓烏克蘭軍隊的米格-29 可以發射這種導彈 只不過由於烏軍所剩的米格-29 數量不多了 因此如果這一批 能夠得到波蘭斯洛伐克 大約將近40架的米格-29 空戰打不贏 俄羅斯沒關係 但是對地攻擊 火力支援能夠發揮一點作用 這個也是聊生於無 隨著烏軍原先裝備的 俄制戰機相繼戰損 再加上北約擁有的 俄制戰機數量太少 烏克蘭近來一直要求 直接提供西方現代化戰機 公認最適合烏克蘭空軍的 西方戰機是美制F-16 因為它的維護相對簡單 具備多樣化作戰能力 雖然此次波蘭及孫諾伐克 為烏克蘭提供的米格-29 是烏軍所熟悉的 可成為即時戰力的戰機 但烏克蘭空軍發言人 伊格納特也對外宣稱 米格-29畢竟不是 現代西方制戰機 所以不大可能大幅改變 接觸線上的形式 為什麼烏克蘭心心念念的是F-16 而不是米格呢 F-16代表是美國生產 然後北約大範圍使用 所以一旦F-16進入了烏克蘭 烏克蘭實質性地就納入了 美國的軍工體系 也納入了北約的整個一個的 歐洲的這個空防體系 所以這個意義呢 是絕對超越米格-29的 F-16是美國空軍的主力戰機 也是澤連斯基不斷要求 美國及其歐洲盟友 為其提供的西方先進機種 對此 拜登政府 雖然明確表示拒絕 然而根據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3月4日報道稱 目前已經有兩名烏克蘭飛行員 正在美國接受飛行技能評估 包括駕駛F-16戰機 而在未來 還將有10名以上的 烏克蘭空軍飛行員加入其中 提供米格-29 實際上就是為未來 某一個重要的節點 向烏克蘭提供F-16做一個預演 給了戰鬥機一定程度上 那就意味著這個衝突 它實際上本身朝著升級 而且它持續下去的可能性 就會進一步增加 此前 北約對烏克蘭的裝備援助 均以地面作戰設備為主 對於烏克蘭戰機援助的訴求 一直較為謹慎 而隨著此次米格-29戰機的提供 北約國家也開始鬆口 法國新聞網站情報在線透露 法國將對烏克蘭飛行員進行培訓 以便日後向基輔提供幻影戰機 而芬蘭 荷蘭等國也正在考慮 向烏克蘭提供戰機 烏克蘭既然向西方要這些戰機 實際上還想把西方拖進來 有了戰機 你還最好給我提供預警機 偵察機 形成一個體系 這樣作戰能力才能強 相比於烏克蘭遲疑要求西方 提供先進戰機 美歐方面更青睞強化 烏克蘭的防空能力 美國《防務新聞》稱 俄烏衝衝突的教訓是 當代空戰應更傾向於 利用激動的地面防空系統 而不是昂貴的固定義飛機 獲得制空權 烏克蘭試圖依靠西方援助的 先進戰機獲得制空權的任何嘗試 將是一個代價高昂的錯誤 美國和英國它都要考慮 如果他們提供了這些戰機之後 這些戰機從哪起飛 你要從烏克蘭的境外起飛飛進來 這就相當於北約 和俄羅斯直接的對撞 如果你把這些飛機提供到烏克蘭 停在烏克蘭的機場裡面 那就成了火把子 如果自己的戰機 不斷地被俄羅斯的戰機 或者防空導彈擊落的話 那西方的臉上也無光啊 隨著信息化戰爭時代的來臨 制空權已經成為決定 戰爭成敗的關鍵因素 俄烏雙方都在通過各種渠道 如加緊生產交付 獲得外部援助等方式 增強自身的空中力量 全面的制空權之爭將如何發展 成為了外界對於俄烏衝突 下一階段關注的焦點 大家可能今後再很難看套 像二戰期間那樣的一對一的 短兵相接式的空戰呢 越來越少 但是這種全領域覆蓋 比如說涉及到信息 涉及到網絡 涉及到無人機等等 這樣立體的空中的防身 未來可能會成為一個主導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這次俄烏衝突 給我們帶來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看點 當波蘭和斯洛伐克 向烏克蘭提供米格29 這是否意味著北約各國 正在打開空中援助 烏克蘭的閘門 未來又會怎樣 俄烏戰勢不停 軍事援助就會升級 這又會導致戰勢更停不下來 軍援就再升級 這個怪圈會循環到什麼時候 難道一直要到動用核武器嗎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華潤鳳凰聚焦 我是陳琳 再會